安省住宅房屋建筑商团体正在呼吁安省政府加快新住房建设的审批 增加技术贸易移民并且控制各市沿入不同的绿色建筑标准 市政事务和住房部长史蒂夫·克拉克近年来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快住房建设 包括赋予多伦多和沃泰华市长强大的市长权力 以及允许在15块受保护的绿化带土地上来进行开发等有争议的举措 克拉克称 这些法规和监管变化都是为了实现政府在10年内建造150万套住房的目标 然而 目前的进展表明 这一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在2022年继市政府10年的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完整年份 安省仅完成了9万6千多套新房的建设 住宅建筑商协会正在建议省政府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包括协调建筑要求 Rescon在其预算报告当中写道 一些城市正在强调执行他们认为合适的独立建筑要求 而这些要求并不符合安大略省和国家的建筑规范 该协会在报告当中表示 虽然看起来市政府的意图是好的 但是他们在上级政府之前独立行动起来实施市政绿色标准 事实上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例如增加成本 复杂性和提供急需住房所需的时间 因此 市政事务和住房部应该加强他们对法规协调的承诺 并且控制分散的市政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明确和透明的规则也是十分必要的 安大略省市政当局协会主席柯林·贝斯特也认为 市政府必须要平衡发展与广泛的公共利益 以使社区对环境负责 移居和繁荣 贝斯特表示 建筑开发行业正在呼吁有利于开发行业的编割 而即将到来的2023年至2024年 省预算将表明 安大略省政府是否会把相对狭隘的私人利益 至于政府负责管理的许多广泛的公共利益之上 这也是大多数建筑团体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 去年秋天 包括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在内的许多团体表示担心 克拉克的这项住房法案将对绿色建筑标准产生负面的影响 安省住宅房屋建筑商团体正在呼吁安省政府加快新的住房建设的审批 增加技术贸易的移民并控制各市引入不同绿色建筑标准 市政事务和住房部长史提夫·克里克近年来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加快住房的建设 包括赋予多伦多和阿泰华市长强大的市长权力 以及允许在15块受保护的绿化大土地上进行开发等有争议的举措 克拉克说这些法律和监管变化是为了实现政府10年内建造150万套住房的目标 然而目前的进展表明这个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到了2022年即政府10年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完整年份 安省只是完成了96,000多套新屋的建设 住房建筑商协会正在建议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 包括协调建筑要求 Redcar在其预算报告中写到 一些城市正在强制执行他们认为合理的独特建筑要求 而这些要求并不符合安大量省和国家的建筑规范 该协会在报告中表示 虽然提起身市政府的意图是好的 但他们在上级政府之间独立行动来实施市政的绿色标准 事实上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例如增加成本、复杂性和提供急需住房所需要的时间 因此市政事务和住房部应该加强他们对法规协调的承诺 并控制分省的市政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明确和透明的规则也十分必要 安大量省市政当局协会主席科林贝斯特也认为 市政府必须平衡发展和广泛公共利益 以使社区对环境负责、移居和繁荣 贝斯特表示 建筑开发行业正在呼吁有利于开发行业的变革 而即将到来的2023至2024年省预算将会表明 安大量省政府是否会把相对合习的私人利益 至于政府负责管理的很多广泛公共利益之上 这个也是大多数建筑团体密切关注的问题 去年秋天 包括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在内的很多团体表示担心 哈尼克里奥汉住房法案将会对绿色建筑标准产生负面影响 中文色建筑 获派 9 5 2 5